如果不是看完下面这个视频 你绝对不会知道 原来给朋友一起玩游戏 可以这么刺激 最近 伴随着天楼15周年的到来 新天楼八部 上线了一个 温所未闻的PVP玩法 问见灵绝定 该玩法可全副匹配60人 每三人分为一组 同时进行PK 而官方也是第一时间 就派出了次伙八门 带领着东北大哥 和四川辣妹子 组成了菜鸡小队 直播勇闯新玩法 结果没想到一开始 就直接翻车 笑了百出 猜忌八门 开局就迷路不说 跟我的剪祥子都剪不利索 到最后 干脆坐在坐骑上 不愿意下来了 而东北大哥则是灵光一闪 开辟了一条松丝流玩法 死了就原地直接摆烂 几口零用复活时间差 汇入下一阶段 结果被一众路人玩家 分头蹦迪守着杀 最后猜忌小队 压根没进到第三阶段 更没说体验后面的激情对战了 于是后来次化八门学聪明了 直到这里是菜鸟后 就找到了主播小豆腐和江南两位大佬 在两位主播大哥的带领下 就连八门技术都突飞猛进 成功进入第三阶段 而最终阶段也是大佬云集 不过尽管被两队围攻 最终江南还是一代二尔突破重围 两组人打我们一个人 把这鬼狗杀了 他们盒子掉光了 不过并不是人人都有江南这样的实力 而且我看完直播表示 三人间默契的配合 才在这个玩法制胜的关键 而且受天龙八部小说电视剧的影响 这些年游戏中 也出现了很多天龙铁三角 大家经常一起过日常 一起刷副本 彼此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和默契 现在是时候来接受 终极友情考验了